歡迎回到二十四節氣養生食療特節企劃這個單元 我是法蘭霸 接下來的這個節氣呢 是已經是冬陵的末端了 接下來的節氣是冬天的小寒 那小寒之後再來就是大寒 那就要到隔年的 接下來就到隔年的春天了 那到了小寒這個時候呢 差不多也就是到了我們這個農曆春節的時候了 那我們今天一樣照王曆呢 今年第三年呢 要跟大家介紹這個年菜料理 那年菜料理我們不外乎就是雞啊鴨啊鱼啊 海鮮類啊 這種比較象徵團圓圓滿 這種好的寓意的這些養生食療 所以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個比較特別的 這個是中西合璧的 就是我們用中式的養生的方法 再加上西方的一種健康食品的一個概念 我們為大家介紹這道年節的年菜料理是 紅火迎新春中西燉雞湯 那我們今天所謂的中西合璧的一個用意呢 就是說我們要把西方這樣子燉雞湯的方法 我們用到很多的蔬菜 然後加上雞肉 我們今天用的是雞腿肉 然後下去燉這個雞腿肉 那再加上我們把湯頭 湯頭的部分替換成我們的中藥的雞骨高湯 那我們想說我們使用這個中藥的雞骨高湯 再搭配上西式的這種燉雞的一個做法呢 結合起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創意料理 希望給大家在這個新的一年能夠 虎虎生微 紅紅火火 好 那不如說我們來介紹今天的主要食材 我們這邊選的是這個很大片的這個土雞的雞腿 去骨的雞腿 雞大腿 比較大片一點 那當然你可以 比如說你在那個Costco裡面買的那種 去骨雞腿呢 它的量大概可能就需要到兩塊 就是大概這樣子的一個份量 這是土雞的雞大腿大片的 然後呢除了雞肉之外呢 我們還準備了芹菜 芹菜的話你可以使用西洋芹 那我今天臨時找不到西洋芹 我們可以使用這種一般的芹菜也是可以的 好 那芹菜紅蘿蔔洋蔥 這個是馬鈴薯 然後兩顆新鮮的番茄 那除了新鮮的番茄之外呢 我們還額外準備了這一罐的這個是番茄丁 那如果說你準備的是番茄糊 這樣子的番茄丁都是可以的 那這是增加它這個番茄的那種風味使用的 你新鮮的番茄你要熬煮到很長的一段時間 才會有這種觀眾的那種比較 特別的那種迷人的風味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有新鮮的跟觀眾一起搭配 那額外的調料呢 我們準備了月桂葉 然後還有這個是冰箱 這個是要最後燉煮的時候一起使用的 然後這個是五六斑的那個蒜頭把它切成木 然後這邊是麵粉 你用中筋麵粉、高筋麵粉都可以 那這個量呢大概就是我們等一下炒蔬菜的時候 它能夠均勻地覆蓋住就可以了 那這邊是燉雞湯的部分 那我們左邊呢準備的這個是中藥 我們有當歸、有這個是斑燒 還有一點這個黃旗、紅棗、枸杞 就這樣子我們用這個這幾樣中藥呢 跟這個雞大腿 就是雞大腿它剃下來的這個骨頭呢 骨頭我們等一下稍微把它敲碎一點 我們這兩樣東西我們來熬煮自己高湯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主要食材 接下來就讓我們開始正式製作吧 好,那首先我們來熬煮這個中藥雞高湯 那當然就是把這個雞骨頭放到這個鍋子裡面去 然後再把我們這個焊藥的部分呢 這個紅棗、蘭桂、白燒、還有那個春 這個是黃旗、枸杞 把它一起把它放進去 這個時候我們把它加大概是1000cc的一個水 下去去煮它的一個高湯 好,那這個雞高湯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就把它過濾起來 那我們就只要取它的湯頭的部分就好 好,那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雞高湯的部分 好,那我們這邊換了這個荷蘭鍋 就是這個鑄鐵鍋 現在我們就開始來煎這個雞腿排 先把這個豬鐵鍋加進去 好,拿著整個熱氣上來 然後整個熱氣上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雞腿排皮面朝下 皮面朝下去煎它 好,那我們這個雞腿排已經先大概煎煮好了 先把它拿起來放到旁邊 那我們這個裡面的那個雞油的部分其實好像 因為這個土雞好像油比較少一點 所以呢,我們再額外再加這個 奶油下去 好,那我們來加奶油下去來炒這個蔬菜 奶油其實不耐高溫 所以我們要趕快把這個溫度降下來 把紅蘿蔔、洋蔥這些把它放進來 好,我們把這個洋蔥、馬鈴薯、紅蘿蔔都炒 稍微軟了 軟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加下一個 我們要加的是這個番茄和芹菜 好,那我們這個再給它炒一下 好,那我們這個再給它炒一下 這樣一整鍋就非常的一個豐盛的感覺 好,那我們趁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加一點鹽 還有那個黑胡椒下去調味 大概是兩勺的鹽就好了 因為食物它本身就有它的鮮味和甜味在 我們就要加少量的一個鹽 然後這個時候這個是黑胡椒粉 適量的撒一些,你可以稍微多一點 因為這一鍋是一個比較偏辛香料的那個味道 會比較重一點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好,然後要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把這個蒜頭的蒜末整個把它加進去 好,那這個時候呢,我們要加一點這個麵粉 麵粉不用多,因為這個樣子已經開始有點糊狀了 就是在增加它的一個稠度 大概上面灑一點點 灑一點點 稍微這樣有點覆蓋出的感覺,這樣就好了 不一定要全下 好,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好,一點點 然後我們這時候呢,稍微把它攪拌 那種感覺那個蔬菜的部分呢 都能夠好好的這樣子 比較收乾的那種感覺 好,那這個時候呢 稍微拌炒一下呢 我們再來加這個 番茄的番茄釘、番茄糊 那為什麼要加這個原因是 因為我們加了新鮮的番茄 它要燉煮到這個整個番茄的味道 能夠非常的明顯的話 需要一點時間 需要一點 不是一點時間 需要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直接加這個罐中 它已經燉煮過了 它就會有比較好的風味存在 我們就是大概 加上一整罐也沒有關係 這個是250公克的 不是,就是400公克 400公克的番茄糊 把它加進去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把這個雞肉 我們剛才把這個 煎好的雞肉把它切成小塊 把它放進去 跟著這個一起燉煮 這個雞肉的湯汁也不要浪費了 所以雞肉湯汁也不要浪費了 好 雞肉 然後呢我們再加這個 月桂葉和丁香 月桂葉大概三四片 三片 四片 然後一點丁香 增加它的香味的丁香 把它放下去 好 好,那加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這個 高湯 就是我們剛才煮的這個 中藥雞骨高湯 把它加進去 你看我們剛才高湯 煮起來好像沒有很多 但是 因為它這個 整個鍋是滿豐盛的 所以 隨便一加就已經滿了 好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細火慢燉 這個大家燉個四五十分鐘 讓整個 裡面的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味道會比較 豐富一點 好 那就讓我們稍微等待一下吧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紅火迎新春 中西燉雞湯呢 基本上都已經燉好了 剛才已經燉了 大概四五十分鐘 那 看起來就非常的美味可口 那有點介於這個 西式的濃湯 濃湯和清雞湯中間 它沒有很濃稠 但是 也不是很清澈 所以它這次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可以讓你 很有飽足感的 一道燉雞湯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 養生食料 就已經料理完成囉 那我們試吃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個 中西的一個 何必的燉雞湯呢 來搭配上這個 蒜 蒜香麵包 蒜香的法式麵包 我想是 一定是非常的美味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試吃吧 好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們現在今天這個是過年前的倒數 我想一下 立春之前是大韓 那今天是小韓的節氣 那我們就可以小韓大韓 還有立春呢 這三個節氣 我們往年都會介紹這個年菜料理 那今年做一個比較不正式的 然後有點創意料理方式的這個年菜料理 這是燉雞湯 然後是西洋式的燉雞湯 然後再加上中式的雞骨中藥湯頭 那就是湯頭 我們原本是用雞高湯 那我們的高湯熬製呢 我們用雞骨頭再加上中藥材 很簡單的中藥材 然後還有中藥材的一個效果 然後又有一個西洋式 這種暖心暖胃的這種年節 他們也是過年前 或是到冬天的時候 會吃這種 比較豐盛雌材的這種雞湯 有雞肉 有馬鈴薯這種根莖類的 然後有紅蘿蔔有洋蔥 各式各樣的一個食材放在裡面 然後蠻豐富味道的一道料理 來試試看吧 那個媽媽幫忙裝一下 有雞肉 我雞肉這次相對而言沒有到那麼大塊 不過 可是馬鈴薯好大嗎 馬鈴薯我切的比較大塊一點 因為就是一種綜合 綜合的這個燉雞湯的那種概念 看起來 很香對不對 下課回來應該都有聞到那個味道吧 有 然後有中藥的味道嗎 聞起來 洋蔥跟番茄的味道蠻重的 因為我除了鮮的 新鮮的番茄切丁切塊之外 還有放了一罐那個洋蔥糊 不是洋蔥糊 是番茄糊 番茄丁 番茄丁 所以味道比較重 所以味道會比較熟成一點 試試看 那我們搭配的就是這個 法式的香蒜麵包 看起來這樣子 剛好可以當著一餐 應該是蠻好的 怎麼了 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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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看起來 看起來沒有什麼熱度 但是因為它是比較濃稠的料理 會比較燙一點 要小心一下 好吃嗎 味道夠嗎 味道夠嗎 妹妹味道夠嗎 那個紅蘿蔔有爛嗎 有 有喔 好吃嗎 嗯 可哥呢 很好吃 那有什麼樣的感覺 味道 一點點的中藥味 有一點點的中藥味 有一點點苦味嗎 應該是月桂葉和冰香的一個味道 它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這個叫做 這是西洋式的料理裡面 會常放的月桂葉和冰香料 對 月桂葉和冰香 那其實它本身這兩樣東西也是重要的食材 然後湯頭是另外處理的 然後在燉煮的時候 我們把月桂葉放在裡面 其實沒有撈出來 那你可能有一點苦味 有可能是那個 芹菜煮的比較久的 會有一點點苦韻的一個味道 或者是那個馬鈴薯和紅蘿蔔應該不會 應該就是比較甜味 那還是月桂葉它的一個效果 好吃嗎 看你兩個都 雞肉呢 有人吃它嗎 還沒 因為它燙才燙 很燙 那你覺得這樣吃下去 對我們身體應該會有一個 馬上軟和起來的那種感覺 有 有 有 它其實 湯的巴底還蠻厚實的 就是 有澱粉 有馬鈴薯的澱粉在裡面 我還加了一點點麵粉下去炒 炒蔬菜的時候 所以會比較 怎麼講 它不到像 法式或是西式濃湯那麼濃稠 但是也不像一般的青的雞湯 讓我戒在中間 好吃嗎 雞肉 雞肉我要特別選了那個 土雞的雞大腿 然後請它去骨 所以比較硬 因為它比較難咬一點 它的Q度會比較夠 好吃嗎 味道有進去 因為燉的時間有點久 有 然後番茄的味道比較重 番茄的 對 沾一下 配一下那個 法式的 因為這個湯感覺就是想要配麵包吃 嘿嘿嘿 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奶油 上面是香蒜加奶油 不是橄欖油 是香蒜加奶油 那你可以拿來沾湯吃 或是你這樣單獨這樣 一口麵包一口湯也是可以的 這樣好吃嗎 味道有均衡嗎 有 而且因為你麵包下去 那個番茄的蒜味比較不濃重 喔 它會把那個蒜味把它均衡掉 那也不錯啊 我烤得蠻香素脆的 這樣很好吃 這樣也是一餐 而且如果說 我是覺得說 我們雖然是拍年菜料理 可是你說年菜料理 只有這樣一鍋 再這樣麵包 我覺得就 整家子就吃飽了 更飽了 更飽了 但是我覺得說 怎麼說 就是年菜料理 不一定是除夕夜那一天 你可能除夕夜隔天 你可能家裡有多餘的雞肉 或多餘的這些食材 我們可以把它全部燉成一鍋 好 那你不用中藥湯筆也是可以 它就是傳統的那種西式的燉雞湯 那如果說你加上中藥的食材的話 它當然是養生效果會更好 營養會更全面更均勻一點 然後口味口感方面不至於擦太多 但是口味上面擦一些些 有一點中藥湯頭的那種 其實我下午在煮中藥湯頭的時候 你會聞到那種當歸啊 傳球啊 不是當歸傳球 是當歸啊 黃旗那種味道其實是蠻香的 可是會吃不太出來 就有點類似純中式的 純中式的那種藥膳 排骨湯的那個味道 但是我把它拿來當湯底 那可是在這個湯裡面吃不出來 其實就不會有那種 好像到了過年還要吃中藥的感覺 人家其實就是可以避免到這樣子的一個疑慮 那這樣子整體吃起來就還不錯吧 而且番茄又紅的 紅蘿蔔又紅的 整鍋又紅的 又紅紅潑潑的 然後蠻是蠻洗髒的 喜氣癢癢 好吃嗎 好吃 麵包都吃完了 你好吃嗎 你有沾湯吃看看 嘿嘿嘿 用力 可以啦 好吃嗎 可以泡久一點 味道有沒有比較均衡一點 比較不會那麼酸 因為可能說實在 那個一整罐400公克的番茄是 量是稍微有點多 可是你如果沒有全部倒下去的話 剩一點點也是浪費 嗯 那我覺得這樣配合搭配起來 應該是還不錯的 大麵包好吃 大麵包好吃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養生食療 這個是小韓的養生食療 名詞叫做 紅火迎新春中西燉雞湯 那我們下一個養生食療 也是年菜在這裡見 掰掰 掰掰 記得訂閱 按讚 打開小鈴鐺 掰掰 我們下集見囉 我們下集見囉